公元1818年 被誉为人类数学史上首席数学家的高斯 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高斯负责丈量汉诺威公国的土地 他使用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测量大三角形 这个方法叫做最小二乘平差法 高斯发现在大地上 巨大的三角形内角合大于180度 虽然只是大了一点点 但就是不等于180度 高斯很吃惊 这怎么可能呢 2000多年来 所有人都认为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 这是被严格推导出来的定理 因为这次测量 神圣的数学定理被打破了 几何出现了瑕疵 高斯无意之间 进入到人类从未发现的空间 在那个神奇的空间里 宇宙变成了另一种 这是一次人类对空间的发现之 有关这个奇妙的故事 咱们还从头说起 时间要回到公元前240年 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古希腊学者 爱拉托色尼偶然间听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有人说在塞伊尼就是今天埃及的阿斯旺市 在夏至这一天的正午时分 太阳照在柱子上的时候是不会有影子的 爱拉托色尼觉得非常的吃惊 因为在他所住的亚历山大城 无论什么时候 太阳都会把柱子照出影子来 为什么在同一天 两个城市的影子会不一样呢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 爱拉托色尼认为 这很可能说明地球是一个球体 在夏至日那一天的正午 爱拉托色尼在亚历山大城测量了一根垂直杆的影子 发现影子形成了一个角度 他测量出这个角度约为7.2度 他又请人测量了亚历山大城到塞伊尼之间的距离 大约为5000斯塔迪亚 斯塔迪亚是古希腊的一种测量单位 5000斯塔迪亚约等于800公里 因为圆周为360度 用7.2度比上360度 就应该等于800公里比上地球的周长 通过计算得出 地球的周长为4万公里 爱拉托色尼利用了简单的几何原理 成功地测量了地球的周长 今天人们通过卫星精确计算 地球赤道的周长为4075公里 爱拉托色尼的计算已经非常准确了 但是在那个时代 没有人相信地球是圆的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 就提出过反对意见 他说如果地球是球形的 球下面的人怎么办呢 他们不就掉到宇宙中去了吗 从这个故事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呢 从智人出现以后 人类就一直在探索世界是什么样的 别说是在两千年前 就是几百年前 人们也不相信地球是个球体 人类总得找到一个方法 去探索世界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玄妙的问题 想认识世界的本质 必须要发展出一个特殊的工具 那就是数学 为什么说只有数学 才能认识宇宙呢 这个问题在以前的节目里讲过 我曾经提出过 数学的本质 就是宇宙的逻辑 这话稍微有点绕 我们得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逻辑 简单地说 逻辑是研究正确推理和论证的科学 为什么没有逻辑 就得不出正确的结果呢 因为只有逻辑 才能确保前提和结论之间 有一条清晰的推理路径 才能确保推理的一致性 最终确保分析事物的客观性 认清事物的本质需要有一整套方法 就是逻辑的方法 同样 要想正确地认识和论证我们所处的宇宙 也需要有一整套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数学 谁开启了人类认识宇宙的大门呢 这个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他就是欧基里德 欧基里德生活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亚历山大城 欧基里德写过一本书 是历史上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主作 我们大家都学过这本书的内容 它就是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的基础非常简单 只有五条定义和五条公设 以此为基础 可以推导出平面几何 立体几何 和初等数论等千变万化的命题 这本书是人类历史上最神奇的书之一 我们刚才讲到的 埃拉托瑟尼能够测量地球的周长 靠的是什么 就是几何学中圆的性质 和相似三角形定理 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数学 对我们所处的世界进行探索 这个数学工具就是几何了 为了揭示后面我们要讲到的 无限神秘的宇宙 我们先用最短的时间回顾几个公设 几何的五条公设是这样的 一 任意两点之间可以画一条直线 二 一条直线可以无限延长 三 以任意一点为原心 可以做任意半径的原案 四 所有的直角都是相等的 这些都很简单 所谓公设就是不用证明的道理 是公认正确的道理 但是到第五条公设就变味了 它听上去不那么好理解 第五公设是这样的 如果一条直线与另外两条直线相交 使同一侧的内角都小于90度 那么这两条直线在这一侧延长下去会相交 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听上去完全不像是公设 这听上去像是一条定理 这似乎是一个需要推导出来的东西 假如第五公设需要推导 那有没有可能利用前四个公设 把第五公设推出来呢 古希腊数学家托勒密和普罗科洛斯 都做过尝试 但他们都失败了 这就是两千多年里 让无数数学家头疼的问题 推不出来说明什么 说明欧基里德还是很严谨的 第五公设推导不出来 恰恰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公理 是不正自明的东西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在第五公设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时间来到1823年 年仅20岁的匈牙利数学家 亚诺什·伯亚伊 给他的父亲写了封信 他写道 我发现了如此奇妙的东西 我感到惊讶 我从无到有 创造了一个奇怪的新宇宙 亚伯伊发现了什么呢 他发现了第五公设中 从来没有解释过的东西 第五公设还有一种理解方法 就是在一条直线外的一点 通过该点 有且只有一条直线 与这条直线平行 所以第五公设也被称为平行公设 伯亚伊发现 这条公设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它只是在有线的条件下是正确的 事实上 通过一条直线外的一点 有可能有无数条直线 与该直线平行 有的朋友想 这是不可能的呀 那是因为 我们总是以平面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伯亚伊把直线放到了曲面上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等一等 从图上看 这些直线并不是直线 它们看上去像是曲线 那是因为空间的形状改变了 这些曲线仍然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连接线 在数学上 我们称这样的直线为 侧地线 比如我们坐飞机 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 通常飞的都是直线 但是把球状的空间 拉平到二维的地图上看 似乎飞机飞过了一条曲线 这就是空间形状变化的结果 其实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着 真正意义上的直线 在空间里只有曲线 伯雅一在1832年出版了自己的发现 不久后 这本数学专著就传到了 数学家高斯的手里 高斯首先高度赞扬了伯雅一 认为他是一位一流的数学天才 但是随后高斯画风一转 他说伯雅一并不是第一个 发现这件事的人 他自己早在三十年前 就发现了曲面的世界 高斯并没有夸大其词 这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故事 1818年 高斯在丈量汉挪威公国的土地时 得出了与平面几何不一样的计算结果 在地面上 巨大的三角形的内角合 居然大于180度 高斯第一个发现 如果三角形的内角合为180度 三角形就处在平坦的空间上 如果三角形的内角合大于180度 三角形就处在球形上 如果三角形的内角合小于180度 三角形就处在双曲空间上 高斯在他的数学笔记上写道 从欧式几何中 其他公社推出平行公社的努力 都会失败 因为什么呢 高斯说 因为空间可能有另一种几何学 人类通过对数学的研究 再一次对我们所处的宇宙 产生了疑问 不单是高斯与波亚裔 与他们同时代的俄罗斯数学家 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 也独立地发现了空间的秘密 这些数学家发现 当空间是一个球形的时候 圆周上的圆不存在平行线 这就被称为椭圆几何 当空间是双曲形的时候 过直线外一点 与这些直线存在着无数条平行线 这被称为双曲几何 今天我们把椭圆几何与双曲几何 统称为非欧基里德的几何 也就是非欧几何 当人类具备了相应的数学工具之后 物理发现随后就展开了 1915年 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他指出物质和能量使空间弯曲 引力会将我们周围的空间 拉成曲面的形状 宇宙真是太奇妙了 高斯等数学家对数学的研究居然变成了现实 空间的确存在着曲率 非欧几何不但预言了我们周围古怪的时空结构 他也对宇宙的形状做出了预言 怎样来判断宇宙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呢 方法就是观测宇宙的曲率 天文学家有很多种手段来观测宇宙的曲率 基本的思路与高斯测量大地时 使用的三角测量法是一样的 在宇宙中寻找巨大的三角形 如果三角形内角核为180度 三角形就处在平坦的空间上 这就意味着宇宙是平坦的宇宙 如果三角形的内角核大于180度 三角形就处在球形上 这就意味着宇宙是封闭的宇宙 如果三角形内角核小于180度 三角形就处在双曲空间上 这就意味着宇宙是开放的宇宙 就目前的观测结果来说 我们的宇宙呈现出一个平坦宇宙的样子 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就像在2000年前 地球上的人认为 自己生活在平坦的大地上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认为生活在平坦的宇宙里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科技还不发达 要想更多的了解宇宙 还需要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学知识 时间来到1852年 瑞士数学家路德维希·施莱夫利 完成了一本奇怪的数学专著 书名叫《多重连续体理论》 什么叫多重连续体呢 或者换一种问法 施莱夫利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用画图的方法简单的解释一下 首先在黑板上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然后使用透视法继续画出一个正四面体 虽然这个正四面体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 但是我们知道它有四个顶点 四个面 有六条边 每条边的长度都相等 下面就是施莱夫利非同寻常的地方了 如果我们用大脑再脑补出第五个顶点 而这个顶点到其他四个顶点的距离是一样长的 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图形呢 它在二维上的样子就应该是这么画的 我们知道 这个奇怪的形体会有十条边 它有十个等边三角形 并且会产生五个正四面体 这个图形就被称为正五包体 也就是施莱夫利描述的 多重连续题 但是这第五个顶点画在哪里呢 这完全是人类想象的呀 在自然世界中并不存在 施莱夫利定义出了一个新空间 引申出了一个新的维度 这就是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四面空间 人类的视觉结构只能观察三维世界 这是由我们的生理结构决定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三维世界里 所以视神经没有必要 也没有可能进化出四维的结构 我们无法观测四维世界中的 正五包体长成什么样 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转换我们的思考方式 在三维世界里 我们可以将物体投射在一个平面上 观察三维物体的影子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给四维物体打光 让它投影在二维的世界里 这个图形就是正五包体 在二维平面上的投影 我们也可以想象 当一个三维物体穿过两维平面时 产生的横接面 假如二维世界里存在着一种 二维的智能生命 它们就可以通过这些 不同的横接面的形状 来推导出三维世界的物体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同理 这个图形就是正五包体 穿越三维世界时的立体横接面 使用不同的观测方法 都有助于我们去思考 四维世界中物体的样子 话说回来 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 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莱弗里这种超乎常识的思维方式 就是大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区别 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可能立刻就想到了 这一回有没有可能数学再次先行了呢 我们所处的宇宙 有没有可能存在着更高的维度呢 时间再到1919年 一位不知名的数学家 西奥多·卡鲁扎 学习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卡鲁扎想 爱因斯坦使用三维空间与时间 来描述引力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我把空间再多加一个维度 将宇宙变成四维的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卡鲁扎惊讶地发现 使用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公式 来描述四维空间 不但能够推导出引力 而且能多导出另一个数学师 这个公式 就是科学家一直用来描述 电磁力的数学师 两种力就这样统一地出现在 一个方程力了 卡鲁扎把他的研究寄给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看过以后感到很迷惑 多出的这个维度到底是什么呢 爱因斯坦虽然无法解释 多维世界是否存在 但他是一位思想非常开放的科学家 他最终在普鲁士学院 帮助卡鲁扎发表了他的论文 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数学上预言 有多维世界的存在 而且如果真的存在着多维世界 人类就可以使用一个公式 去描述目前已知的宇宙的四种力 引力 电磁力 强和力 和弱和力 这说明多维宇宙的理论非常有前景 它会在数学上形成大统一的理论 也就是说 会出现一个万能公式 就是用一个公式 可以计算宇宙中所有已知的利益 这真是太奇妙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将会给人类科学 带来一个巨大的飞跃 其震撼的程度 完全可以与牛顿发表 力学三大定律相媲美 多维宇宙到底存不存在 科学家们有这样一种假设 这是基于数学的一种假设 在距今138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 原始的宇宙是一个十维的宇宙 由于十维宇宙的对称结构不稳定 在爆炸后的十的负43次方秒后 分解为一个四维宇宙和一个六维宇宙 四维宇宙好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宏观世界 这里的四维不是刚才讲的 史莱夫里首先定义的四维空间 是指三维空间加上一个时间的维度 如果在数学上表示 其实是三维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 那另一个六维宇宙在哪呢 科学家计算 六维宇宙从诞生起就不断地探讨 一直缩小到 十的负32次方米大小 今天的科技 没有任何设备 能够观测这样小的空间 所以人类根本就感触不到 但是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 一直都在一起 也就是说 六维宇宙就在我们身边 六维宇宙长成什么样子呢 这就又需要数学家来建构了 1977年 著名的华裔数学家邱成童 创建了一个卡拉比丘流行 物理学家认为 这个三维的卡拉比丘流行 正是六维宇宙在三维世界的投影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流行 感受六维宇宙的样子 六维宇宙无处不在 它就在我们身边 甚至我们的鼻尖上都存在着六维宇宙 但是它太小了 我们根本就感受不到它 这就是数学家们为我们描述的多维宇宙 当然 有关多维宇宙还只是一种科学假想 它只是存在于数学公式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人类对宇宙的物理发现 总是落后于数学 当奥基里德写出几何原本之后 埃拉托瑟尼就推断出地球是个球体 并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 当高斯等数学家发现非欧几何之后 爱因斯坦才能思考空间的曲率 并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而施莱夫利发现了维度空间 这是否说明宇宙存在着更高的维度呢 虽然人类还并没有发现高位宇宙 但是数学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期节目的问题了 为什么数学总是能预言宇宙呢 那是因为数学是研究宇宙的最基本的工具 数学的本质是宇宙的逻辑 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再聊几句题外话 以前我以为初中以下的小朋友 是不会看我的节目的 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小朋友没看 而是很多小朋友没有手机 或者没有登录账号 他们是使用父母的手机和账号看的 有的家长给我留言 希望我能和小朋友说几句 只要看到这样的留言 我绝对都会回复 我会跟家长说 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爱上数学 我觉得文科的东西并不着急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东西还不一定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可以等孩子长大了 有了辨别能力之后 再慢慢地看 但是数学是一切的基础 数学是人类所有知识中最了不起的一门学问 只有数学 才能让人类去认知神秘的宇宙 学好数学 就意味着孩子们拥有了逻辑思维的能力 为什么要再次强调逻辑呢 因为逻辑是我们认识世界真相的唯一方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